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好看的电影天天都有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男子是个出租车司机 但是他也有一副阴阳眼 每天载的鬼比人多多的电影 灵目光丝 真实的恐怖 男主华哥是个老司机 他载客已经很多年了 与寻常司机不同的是 华哥不仅载人还载过鬼 这天华哥接到一个女鬼 那个女鬼的要求是让他一直往前开 习以为常的华哥也就帮助女鬼 送到了他想要的目的地 回到了出租车事务所 华哥跟上司说 少去某条街的隧道 因为只要经过那个隧道 车里面就会留下一个女人的手掌印 上司问他怎么会有手印 华哥说那边曾经出了一次车祸 出车祸的被害者冤魂无法升天 时常搭他的车去寻找死前丢失的项链 上司只好哑口无言 原来华哥是个奇男子 他拥有一双阴阳眼 能够看到鬼魂 一开始他也很害怕 慢慢的他也就习惯了 甚至到现在 每天接的鬼魂比人都多 这不 今天早上他又接了一个女人 华哥看了看这个女人发现他又是个鬼魂 这个女人叫小花 是一个略带可爱的上班族 他是在发现自己没穿鞋的情况下 准备打车回家的 一路上华哥不想跟他多废话 想让他早点到达目的地下车 而小花和平常的鬼不同话异常的多 东拉吸扯了很久 他也终于到家了 但小花发现自己并没有带钱 于是他很抱歉的和华哥说 回家去给华哥拿钱 但是华哥却告诉他不必了 因为自己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华哥说他已经变成了鬼魂 到家照了镜子才发现自己真的死了 自己的脸上出现了大块的血迹 但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死的 家里一团乱他也没办法收拾 小花看到了忙碌的丈夫回到家 仅仅只是吃外卖 脸上受不出的疲倦 他想起了生前和丈夫对话 小花想要早点生孩子 能够早点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小花的生育能力很有问题 于是他为此特别烦恼 经常和自己的丈夫发生争执 丈夫希望他能够出去旅游 放松放松心情 可是他却觉得丈夫并不关心他 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赌气下了车 就出了车祸死掉了 他很后悔 他找到了华哥 想要让看得见自己的华哥帮个忙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传达给丈夫自己未能跟他说完的话 他一大早就缠上了华哥 华哥也很是不耐烦 车上又迎来了三个过早的女人 四个女人嘈杂的声音下 华哥无奈地看着小花 答应了小花的要求 到了晚上 华哥主动找到了小花的丈夫 丈夫却以为是骗子走掉了 华哥说出了丈夫的喜好 这才让丈夫相信了华哥的话 在出租车上华哥将小花的话都转达给了丈夫 丈夫有些难过 有些遗憾 他想到那个曾经叮嘱他好好吃饭的妻子再也不在了 不禁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小花也传递到了自己的心意 终于心满意足地去转世投胎了 华哥作为一个看透时间百态的出租车司机 继续着接活的工作 这部电影虽然是鬼魂题材 但里面的爱情也是挺感人的 我们都应该珍惜身边人 不要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